10月24日,随着香港疫情逐步稳定,因新冠疫情停办一届, 扩别两年多的香港马拉松重新开跑。 本次赛事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, 香港首个有公众参与的大型体育赛事。 本次大赛共分全城马拉松、半城马拉松、十公里赛三个组别。 据悉,举办方基于防疫考虑,本届参赛名额也大幅削减, 由原先74,000人减至18,500人。 参赛选手需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,并在赛前接受核酸检测。 此外,参赛选手起步前需佩戴口罩,穿过起点约100米后才能除下口罩。 不少参赛选手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, 对主办方采取的防疫措施感到放心,非常开心可以参加期盼已久的马拉松比赛, 可以在路上尽情挥洒汗水。 对我自己来说,其实我挺满意的,首先第一样就是有检疫, 每个人都要做个检疫才可以去比赛。 另外就是,我们起跑之前都会有一个社交距离, 因为地上会有些marker,我们就要隔开棋。 我们起了步之后才可以脱口罩。 我回到来后又立即派口罩给你,其实我觉得算是可以做到的情况下已经算是最好的了。 特别就是很多斜路和很多弯位,所以我觉得都挺有趣的, 整条赛道不是一条大直路,所以我自己都是享受为主。 我自己觉得始终实体比赛有番真的很开心, 而且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,因为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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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比赛给自己展示到那个练习的成果。 所以我都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比赛。 我觉得防疫这次都挺好的,因为首先去起跑的时候就要求大家一定要戴口罩。 还有进起跑区的时候,全部人都要检测,要探热那些东西。 我觉得这次搞得很好,防疫措施做得很好, 还有条路,加上今天的天气,全部都配合得十分之好。 在疫情期间真的不简单可以搞到这个比赛, 令到很多香港人可以重拾跑步的动力。